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次我们讲到 势利佛跟穆建延 两个人 他们在听了 阿瑟士比丘所说的记者 诸法因缘生 试法说因缘 试法因缘尽 大师如是说 赶快就把他250个弟子 带了去佛陀那边 来剃度出家 佛陀听准他们剃度出家之后 过了半个月 佛陀就为长早犯智说法 那这时候 试利佛他在旁边听 听佛陀跟长早犯智的对话 他就得证阿罗汉 所以在试利佛是剃度之后 半个月就证到阿罗汉果的很快的 那为什么他会半个月之后 会证到阿罗汉果 佛陀说 试利佛他是随佛来做转法人的比丘 所以在学地现前 就是说有学的时候 自入诸法种种拒之 就是说听法听了八个月之后 听了半个月之后 所以试利佛在听法听了半个月之后 才证得阿罗汉 那这种种种的功德很多 那这个长早犯智是谁 长早犯智他就是设利佛的舅舅 那这个他们的因言 以后有空再说 在杂阿罕经里面 这个长早犯智 他去到佛陀那边 要去跟佛陀论议 因为长早犯智 以前他在 就是说 射利佛的母亲怀孕怀他的时候 他跟他论议 他都讲不赢他 他觉得事情有蹊跷 因为他母亲不是那么聪明的人 为什么怀了这个小孩子忽然变这么聪明 他就下定决心 这个小孩子出来以后要好好的教 所以他赶快他到其他地方远离家乡 要好好的学习 学好之后要回来教他这个外甥 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听到设利佛 去佛陀他们出家了 他很生气 我这么聪明的外甥 怎么可以跟这个巨坛出家 那巨坛的修行到底有多厉害 我要去找他论一论 所以这个长早患智他就去佛那边 很礼貌很客气的 大家相见坐在那里说 我们今天来论 我一切法稀不忍受 以这个为终 你说说看 那佛陀说 你对这个一切法都不能够忍受 那这一条算不算 长早患智说 这一条当然不算 这是法 那佛陀说 你要是不忍受这一条的话 那你为什么说 我与一切法都不忍受 到底是谁在讲一切法 不忍受这一句话的 佛陀就跟他说 你要是知道的话 要是有见地的话 不忍受这个见地 就是断这个见 弃这个见 譬如有人呕吐出来了 若如是者在余见中 挤不赤地 并回不取 便是不深 你既然讲了一切法不忍受 可是你又跑出来这一句话 那你这样根本就像这个呕吐的人 又把他都拿回去吃了 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人 那你这话怎么说 那常早饭吃就说 我断这个见了 我也舍掉这个见了 就是说这个知见了 我不娶他 不生他 就是说不会再拿来用 对一切法通通不接受 我通通舍弃了 可是佛罗说 很多众生跟你一样 跟你讲的都一样 他们说 我这个知见舍掉了 我就不会再受其他的 不管你多少知 只要你再把这个知见拿回来 那你就是愚痴 幻痴你要知道 世间的众生有三种见 佛罗就跟他讲 你对于一切法不忍受 这个见解 众生有这样讲过 其他的幻痴有这样讲过 我忍一切法 第二个说 我一切法不忍 第三个说 我少忍 少不忍 就是我忍受一点点 也是一点点不忍 那在佛地址来看的话 你这个第一个见解人 我忍一切法 这个会起贪心 会长贪欲 会称慧 会愚痴 这样子你常常被贪嗔痴 第三读 绑住 束缚住 没办法远离 会生这个患害 会生这个结识 不得解脱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的忍是喜欢守护 束缚这个看法 不是这样子的 那第二个见解 如果你不忍一切法的话 刚刚那个会起贪欲 你忍了会起贪欲 那你不忍的话 也是会起贪欲 跟称慧 跟愚痴 为什么 你不忍的话 你也会有所排斥 会有所讨厌 相对的你就会有所喜欢的 还是会起贪欲 那这样子一样 被贪称痴 三毒来绑住 束缚住 也是不得解脱 所以你忍一切法 不忍一切法 就是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那你如果说 我忍一点点 不忍一点点 忍不忍就跟刚刚两个一样 那不忍呢 那你又跟前面那个吵架了 跟忍吵架了 那你少忍一点 又跟不忍吵架了 那你的见解呢 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打转 就在争论 自己跟自己争论 而且这争论没有结果 互相的毁坏 所以你呢 对这个舍弃掉的见解 不受于尽 所以你要是能够断掉这个见解 气捨这个见解 你就要像呕吐一样 吐出来了 这些东西不能再拿回来吃 这样子才行 可是你又说 我以一切法不能为忠 你还有这个法在 所以你就是对这个见解 这个法不是很亲近 那佛陀就跟他讲 我们这个设法 就是四大所成 我们佛地址看到了 这个设法身体是无常的 看到无常就会离欲 看到此生灭就会舍离 如果看到身体的无常 会离掉这个身欲 会离掉这个深爱 离掉这个哭哉 那你就知道 我们的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这三种受以什么为原因 以什么为习气 以什么因何为生 从何处生出来 然后佛陀就跟他说了 我们这个受 从处就是接触 我们的身体去接触到 或是想法去接触到 会生出这个习气 就是这个记忆认知 那习气从这个接触出来的 因为这个接触所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接触 如果是灭掉的话 我们的受就没有了 受就灭掉了 我们就会清凉 没有这个苦受 没有这个热受 没有这个不苦不热受 像说我们现在太阳下山了 我们知道将要黑暗了 如实而知 没有错妙 当你受到苦受热受的时候 知道这个身体 它一定会坏掉 当你知道这个热受的时候 它是非和和的受苦 受不苦不热受的时候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苦受热受 它身会坏掉 它是和和的跟非和和的 也就是说它不是常的 它是无常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不苦不热受也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忍不忍呢 所以佛头说什么叫做受不和和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处没有了 受不会和和 那从哪边来 贪欲称慧愚痴 不以生老病死共和和 那忧悲苦恼重苦 它会寄举 这个受不和和就是这样 贪嗔痴 它不会跟我们的生老病死共和和 那我们的忧悲苦恼重苦聚集的话 它就不再有这个热受苦受跟不苦不热受 也就是说离开这个山堵才会清凉 那摄利佛他这时候在旁边听 他就是听到无常是苦 所以他听到这个离喻的方法 如是的观察 所以他心得到解脱 那这个长早患自就是他舅舅 他听佛这样讲 他知道他这个一切法不忍 这是有问题的 他本身就在这一切法不忍的这个法上面 所以他讲这句话出来 讲得变成是自己打嘴巴 那在佛式的时候 有很多外道 他们对这个一切法也还弄不清楚 就是说我有一个方法去修行 去抉择 那我就可以修行一切法 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是有一个执着 执着这个法 这个法来修 那这个法来修的话 对于他们修行上 就比如说学生问老师 我用功了十几年二十年了 可是都好像没有成就的感觉 没有修行的感觉 觉得好累 为什么这样子 而且我很用功很努力在修 那老师想一想 就叫这个小徒弟去拿一支碗过来 这碗拿来他就抓了十几个核桃 把它放在碗里面去 放到满满的 放不下核桃了 就去问这个学生 你还可以再把碗 把核桃放在碗里面吗 小徒弟说 满了放不下了 那老坦诗听他讲 满了放不下 他就要了一碗米来 慢慢倒倒倒倒倒倒 就从那核桃放进去 又把这个碗装满了 然后那个小徒弟看 核桃不能装 装不下去 可是米还可以装 他就在那边看 老坦诗笑笑的 又拿一瓢水来倒 又把水倒满了 那徒弟看 所有的空隙都被填满了 然后这个老师就问学生 这个小徒弟 满了吗 小徒弟不敢讲话 那老师傅呢 他就又拿一把圆来 放在水里慢慢化慢慢化 水一点都没有满出来 所以这个学生他一看 心里有所悟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到 我们在事件上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很单一化的执着 像他执着这个 这个碗子可以放核桃吗 不行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这个学生他顺着老师的话 我核桃放满了 你还有核桃可以放吗 他想没有核桃可以放 可是他这个老师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还有米可以放 他就把米拿来放 因为他这个学生有点开窍了 不放核桃可以放米拿 因为还有空间 再来他就放水 再来就放盐 也就是说你那个一个物品 就是一个法在修行 你不要单从一个角度去 当你信心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去看看你的智慧有没有问题 当你智慧没问题的时候 你看看你的方法有没有问题 当你环境有问题的时候 你看看你的身心有没有问题 自己去做调整 你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在这一方面 去把它做一个很清楚的去观察 你如果不观察的话 那你在做什么 人家讲的话 你就跟着他的话尾巴去追 所以这是刚刚我们在讲的 你起了一个境界的这个知见 然后随着带他转 然后你的知见就随着这个境界建立起来 然后你就念念不忘了在这上面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你懂得用般若的话 你会知道他不是单一的 同样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他不是死板板的在那一边 所以这个摄地佛他之所以能够很快的成就阿罗汉 就是因为他要跟着佛陀好好的来修行 好好的来学习 在他证果之前许多法他要学 所以这是他但留约之后才证阿罗汉的原因 所以很多经典里面有提到 居士或是法师或是外道 来到佛陀那边听佛说法 开悟了 明星了 有的知道怎么修 有的他得到初果或是二果或是三果或是四果 或是得到圣道来去修行 这就是说他每个人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他的用心不一样 重点在说你的根层事促进之后 就是产生的你的心到底是如何 你如果是执着的话那就住在那一边了 这个碗只能当核桃了 就是先入为主了 你就只能在那边看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修行上 从波磊来讲 佛说要预知一切法 等觉一切相 当学波磊 波罗蜜多 那这个摄地佛他以这个波磊圣身的方法 来跟他讲 这是因为他智慧第一 所以这个大家有的在想 波磊金怎么不跟菩萨讲 要跟阿罗磊讲 原因在这里 摄地佛是佛弟子当中的智慧第一 所以要跟他讲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 跟摄地佛讲完了 因为波磊金跟摄地佛讲的部分不多 那摄地佛后面是跟虚谱里讲的 为什么要跟虚谱里讲 不让摄地佛继续讲 就是说摄地佛讲的就大概前面那几品 后面的六百卷大概都是跟虚谱里讲的 那佛陀说这个摄地佛他是我弟子当中的智慧第一 但是这个虚谱里 他是我弟子当中的 他是无真三昧最为第一 这无真三昧是什么意思 佛陀说无真三昧相就是他的相状 他对众生他常观察 观察不令众生心其恼 多行多怜悯 就是说这个无真三昧的阿罗汉 他会怜悯众生 而且会常常观察众生 怎么样让他们欢喜 不让他们苦恼 菩萨弘法这个大寺院 度众生怜悯众生就跟虚谱里的无真三昧像是一样 所以《波尔经》设立我就讲前面一部分 后面大部分都是虚菩提在讲的 原因是在这里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 虚菩提他喜欢修行这个空三昧 那这个空三昧他不着这个相 像以前佛陀他在道立天下安居 然后结束的时候要回到我们的淫乎体 这虚菩提在石窟中他在人打坐思维 他知道佛要回来了 他在想我要不要去见佛 或是不要去见佛 就是说他要不要去见佛那里拜佛 他又在想佛常说 若人以智慧眼观佛法身 者为见佛中罪 佛常常说我们要以慧眼来观佛法身 这是见佛当中最好最出胜 所以佛从道立天下来的时候 我们在淫乎体的众生四部众 诸天的天人每个人都到座中来见佛 还有转轮圣王诸天大众 大家聚在一起众慧庄严 那虚菩提在想这么多人大众来了 虽然非常特殊庄严 但是这个是一下子而已 这是无常的 去见佛之后 时间过了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西伏黎就以观的出门 他知道诸法空无时有 所以他因为这个样子而得到道正 那大家到现场来每个人都想 我要先第一个来拜佛 第一个要见佛 要供养佛 每个人都有在想要真第一个 那有个莲花色比丘尼 这个莲花色比丘尼 有一位莲花色比丘尼 他想他是女生 他要去见佛的话 排很后面 前面有大比丘 还有沙咪 还有什么国王 诸天 他想他就变身化为一个转人圣王 带了七宝的签子 然后重了看到圣王来了 然后他就让座 让他先走 那这个化现了国王 圣王 到了佛那里 然后礼佛问讯供养之后 他回复到他的本座 他回复比丘尼一身 然后说我是最初来拜佛的 这时候佛告这个比丘尼 说莲花色啊 你不是第一个来礼拜佛 来供养佛的 西菩提他才是第一个 为什么呢 西菩提他观诸法空是见佛法身 得其供养中的供养罪 这是最殊胜的供养 不是亲身来供养 这是最大的供养 所以佛头说灵花色比丘尼 你不是第一个供养 第一个供养是须佛提他以观空 观法身为供养 来见佛 所以这个须佛提他常行空三昧 因为以玻雷波罗蜜空相相应 所以佛陀让西菩提说玻雷波罗蜜原因在这里 那这个玻雷波罗蜜佛陀说 为什么要让阿罗汉来说呢 西菩提也是阿罗汉 佛陀说阿罗汉他猪肉已尽 众生信尽 众生都相信阿罗汉 佛陀讲过一句话 所有众生的话只有阿罗汉跟八地以上菩萨的话 可以信 其他的都不能信 因为他们讲的话绝对不会错误 绝对不会离开这个法 所以这个阿罗汉诸多与尽 让他来说玻雷波罗蜜的话 众生都会相信 因为他得到尽信 那如果让菩萨来讲的话 因为菩萨诸肉未尽 没有办法让人家取信 因为会怀疑他 你都还没有做到肉尽 怎么可以来说这个法 所以这个玻雷波罗蜜 为什么要让阿罗汉来讲就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瑟利佛是佛陀弟子当中智慧第一 所以让他来讲 以他来做开头让我们明白玻雷波罗蜜 他是什么意思 要以一切法来去知一切法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要让阿罗汉来说法 原因在虚菩提他行空三昧 而且他得无真三昧最为第一 这两个相就是跟菩萨相相相应 跟菩萨悲免心相应 他的无真三昧是跟菩萨悲免心相应 他的空三昧跟菩蕾波罗蜜的空相相应 所以让这两位阿罗汉来讲 第三个原因就是阿罗汉他得肉尽 他可以让众生信尽 可以取证 比菩萨未漏尽还可以让众生起信 所以因为这三个原因 我们《大波罗尾经》里面 都是虚菩提 虚菩提一直叫 像《金刚波罗尾波罗蜜经》也是这样 虚菩提 虚菩提 虚菩提从头驾到尾 也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他有无真三昧跟空三昧 所以他们来讲波罗尾波罗蜜是最适合的 那这样子在修行上 我们从波罗蜜 波罗蜜当中可以知道 要知道一切法 然后来观一切法 来知一切法 必须要达到这个肉尽 这个程度 那他以虚菩提跟摄利佛为例子 也就是说他们两位来跟佛做问答 主要就是把这个智慧的学习 需要跟在佛陀这种智者身边来学 才会学的究竟 所以摄利佛剃渡出家之后半个月才正欧罗蜜 原因就是在这里 他需要跟佛学 他不能一次就执政阿罗汉 然后他又不用学了 那他有很多世界上的事 他就是学不到或者看不来 那再来接着换虚菩提来说这个波罗蜜 就是因为虚菩提他具备这个空三昧的修行 以及无真三昧的这个慈悲相 这两个跟菩萨的慈悲相度众生 以及波雷波罗宾的空相应 然后他们两位又都是肉尽通的阿罗汉 所以佛就是跟摄利佛跟虚菩提来一起讲 这个波雷波罗蜜 这是大波雷波罗蜜经 那摄利佛呢 他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有人在问 他是父母所生的 还是父母取的名字 还是法的名字 还是愿来的名字 那有人问这个问题 佛陀就又在提说 在炎虎提当中有一个案例 叫做摩茄陀果 这个国家最出生最快的 人民大家生活最好 他有一个叫王舍城 国王的名字叫平伯梭罗 那这个平伯梭罗 他有一个论诗 这是首席的大论诗 他叫摩陀罗 就封给他了一块地 让他在那边好好的营生 好好的修行 那这个摩陀罗他有娶妻 生了一个小孩 他叫做摄利 因为他的鸟 眼睛长得跟鸟一样 又大又圆了 他就把他取名叫做摄利 然后又生了一个男的小男孩 他的膝盖骨非常地大 所以他叫做聚膝罗 那这是我们阿弥陀金那念的摩合聚膝罗 也是这个 他是婆罗门 他通读经论 又是大论诗 然后他有家庭 又生了小孩 他所学的经书 就慢慢慢慢地废弃了 然后他又没有再去跟人家学新的 或是就是所谓的讨论再增长这样子 那这时候 在印度人南方有一个婆罗门 他的大论诗 他叫做提摄 他对于这个十八种大经 通通知道 通通读过 而且非常的通 他到王射程 就头上带了一个火 那肚子呢 就用一个铜盘子 那圆圆的一个铜盘子 把他绑起来 绑着 那顶了一个火呢 在路上走 人家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头上顶了一个火 然后肚子要这样用铜盘把它绑起来 他说我所学的经书 非常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满腹经论 我恐怕我的肚子撑不住会破掉 所以我用铜盘把它绑起来 才会跑出来 然后他又问说 你为什么带一个火 就是点一把火在你头上 他说因为太暗了 看不到 问题就是说 太阳这么大 光线这么强 怎么会看不到 他就讲了 暗有两种 一种是太阳光不照 比如说黑夜 一种是愚痴无明这种暗 现在虽然有太阳很亮 可是这愚痴依然存在 你们大家都一样 愚痴无明都存在 所以我要点一把火给你们看 那大家看了说 你只会讲一讲而已 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婆罗门摩陀罗 他是我们国内的第一大论师 是国王的国师首席的论师 你要是看到他了 你的肚子会缩起来 你的火会灭掉了 那这个婆罗门 听他们这样讲 很不服气 就敲了火打鼓了 要找这个摩陀罗来论议 那国王听到有人在敲锅打鼓要论议 问说这个人是谁 那大臣就打听了 说他是南天族的一个婆罗门 叫提舍 他要找人来论 他说看谁可以打败他的 那国王非常欢喜 把大家都召集过来 那这个召集过来 摩陀罗当然被召集过来 但是他在想 我有弟 有家 有妻子 儿子 很久没有跟他论了 我又没有继续在看书 或是在继续修行 过去写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怎么跟这个人论 但是没办法 国王在征召 他就好像我们讲的 鼻子摸了 默默的就去了 那他在路上看到两只牛在斗角 他想这只牛是我 那只牛是他 看看哪只牛斗书 斗书的就知道是谁书 结果他自比那只牛斗书的 他就很伤心很难过 这个像不好 我自比的这个斗牛的像斗书了 我这个去的话很不好 那在路上走要进城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女人 他夹了一瓶水 正在他前面走走走 跌倒了 瓶子打破了 他想 喔 这大不吉祥 瓶子都打破了 在他面前打破 所以他想 很不快乐 那在于大宗当中的这个论师 看了 这个国家来的人 他看一看都知道他们不如他 所以他就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来论 结果他论赢了 那这个国王就很高兴提赦论赢了 就说好 你来我们这里论赢了 我就封你一块地 让你去好好安住 让你能够好好在这边 来教化我们这边的人民 那国王这样讲了 大臣听了 他说不行不行 有一个聪明人来论赢了 你就给他一块地 再来一个聪明人来论赢了 你又给他一块地 这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样安国安家 这样不行 那这样子 今天摩陀罗他论输了 我应该要把他的地给拿过来 给论赢的人 这样子才对 要封地要这样子 不能每来一个人就给他一块地 佛陀罗想一想 有有道理 就叫摩陀罗去把地献出来给提赢 让他去继承 那摩陀罗没办法 他要搬家了 他就想说 他想去远方好好地修行 他就跟提赢说 你很聪明 是个大论师 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那这个男孩子呢 我就带着 我要带去远方好好地学习 然后让他可以知道 我们修行人的本质 那这个论师提赢呢 就接纳这个女的为他的太太 那这个女的就是叫做瑟莉 眼睛跟鸟的眼睛一样 那有一天 设立梦见后 他怀孕了 梦见一个人 这个人他站在 他全身披甲 就是手指金刚 一副全副武装的样子 吹破珠山 站在一个大山的旁边 他醒来之后 跟他先生讲 我做了这么一个梦 那提赢听了说 没关系你会生男的 这个男的 他以后会摧毁一切论事 他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就只输一个人 所以就做他的弟子 这个瑟莉怀孕了 因为他的缘故 他也变成聪明人意 那他的弟弟俊西罗 跟姐姐来论坛的时候 他觉得他姐姐怎么变这么聪明 讲不赢他了 所以他想 应该是他的外生的关系 他一定有大智慧的 他没有生出来 我姐姐就这么聪明 那生出来还得了 所以这个瑟莉做救救了 以后有这个义务要教他 所以他赶快捨家出去了 要去好好的修行 会要教他的这个外生 然后他因为修行用功 所以他指甲没有空去管他 没有去剪 然后他也通了十八种经书 那这时候大家都叫他长早患治 因为他指甲很长 他姐姐生的这个儿子 这个堤舍就给他取名 叫做幽婆堤舍 因为他想家 这个也叫幽婆堤舍 那大众呢 因为他的母亲叫瑟莉 所以叫他瑟莉子 所以瑟莉子的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那瑟莉子呢 他生生世世的本音 就是说要在释迦摩尼佛面前做智慧第一的名字 所以这是瑟莉佛 她为什么会在佛头那边出家的原因在这里 那当时的人因为看重瑟莉 这个女众她因为怀着瑟莉佛的时候 她的智慧经历了很大的成长 在一般的女众当中是不得了的 所以大家很器重她 所以就称瑟莉佛叫瑟莉子 就是原因在这里 她的音源叫做瑟莉佛 瑟莉佛的音源跟虚菩提的音源 就是我们在修学波雷波罗蜜多的主要的 这两个字责 那这个我们所要修学的 透过这两位智者阐述出来 佛头问了 就是讲说我们菩萨摩尔萨 欲以一切种知一切法 当习行波雷波罗蜜 就是说我们发心智觉无上正等正觉的菩萨 你要去学一切种 然后去知一切法 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去修行波雷波罗蜜 这是我们要学波雷波罗蜜原因 那什么叫做一切种 什么叫做一切法 那这个智慧的关门叫做一切种 一切种它就是关门 一种就是一个关门 所以有人说有人以一个智慧门来关 可以关一切法 有人以两三二十三十或是百千万各种各样的法门 乃是恒合杀的智慧关门来关诸法 那这种以一切智慧门入一切种来关一切法 那这个叫一切种 所以一切种就是一切种种的关门 然后会产生种种的智慧 这是一切种的意思 这是我们关的方法 譬如说凡夫有三种关 他要求离欲 要求离这个色 所以要观欲戒苦 色戒苦 然后观无色戒好 观初禅好 观二禅好 观三禅好 这样一次一次细致的好的往上观 那这是凡夫的观 他要离开欲戒 就是要初三戒 佛地子有八种观 就是无常观 苦 空 无我 这四种观 还有如病 如瘡 如见入体 脑患 这八种 这种都是苦 佛地子要观这八种苦 就是无常 苦 空 无我 这个苦呢 如病 如瘡 如见入体 它是脑患的 那这八种观呢 会观到四圣地当中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切种当中 不是说我们修行一种 它就可以录一切字 不是 一种观录一切字 但是波雷波罗蜜 它却可以知一切法 它的重点就在于它无所求 这种观法 你如果照凡夫的这种观 要出离三戒的话 它就是以三戒为标的 来观离色欲 离色戒 离意戒 离色戒 离五色戒 它这样有一个次地的在观 那佛地子呢 因为观苦来出离 所以就会有无常 苦 空 无我 这四种苦来观 那这四种苦呢 它如病 如疮 如被建设到 它是一种老患 种种的苦 来离欲 来出离 那后面当然还有蜀席观 还有四圣地子种种的观 那这些通通叫做一切种 那这一切种呢 这是观 凡夫观 跟圣地子的观 就是佛地子的观 另外还有六念 就是念佛 念法 念生 念戒 念天 念师 这些种种的 让我们去一边可以做 然后一边可以去做观 那这些世间治 就是说初三戒的这个观法 跟初世间治的这个观法 乃是包括阿罗汉 批斯国 菩萨 佛制 如是等智慧之诸法 那名叫做一切种 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切种当中指的就是 各式各样的观门修行方法 它通常叫一切种 那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从前面在讲的 以前在讲的 执着是最大的障碍 当我们能够不执着的话 我们就能够以一个方法 来知一切法 这个方法它就是波蕾 波罗蜜 那这波蕾 波罗蜜 它所要知道的是一切法 那这一切法这部分 我们下一次再讲 今天我们讲到一切种这里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从前面一个没有信仰的 到一个有信仰的佛弟子 他的信心 他的三规一 然后到事不坏性 到他的受戒 然后再文法 再思维 就是从这里开始一切种 任何的法门我们都要修 不要去分大圣 小圣 南传 北传 我们所谓的大圣佛法 都还是阿尔方的小圣圣者 来跟我们讲的 所以分那些没有意义 重点是佛陀跟我们讲 各种关门 各种方法 我们是都要修行的 那今天这个心经 明心这一部分 就先讲到这里 下次再继续 阿弥陀佛祝大家平安吉祥 佛教慈悲之夜 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之夜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之夜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则全身 护持邮局华博帐帐号5044-4468 5044-4468 护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之夜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八观专戒继大悲战法会 恭请会谈和尚主法 日期4月30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询电话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御佛节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祝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5月14日 星期日上午8点半 戒杀儒树护生点灯 供水即蔬食饗宴 法会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号至86-14 恰询电话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在法国 ÜberE当中 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心啊 心生 心生的种种法生 是面种法面 你在佛门修身一键念一个圣号 一定要口到心到 当你念佛水 观想佛 观想阿弥陀佛现前 你念地藏 你观地藏佛就现前 念哪种修哪一个法门 你观想哪个本尊 哪个大德现前 他能得到加持 这一念就灵 越念越灵 要把你的心 跟身心结合到一起 完了去修 为这个幼体 没得用处的 是假的了 真的是你那颗心 我刚才上来跟大家说 心佛与众生 四三五少别 因为假使我们这个心 没有称佛的种子的话 你怎么能称佛呀 因为我们都是佛呀 未来的佛 法和经佛都给我们收集了 在我们每位道友 时时想着 你所做一切事 就心惯 再回母元来的 跟大家讲的 要是这样的惯呢 你一切罪也消失 你就知在了 那你不弄心去 就能磕头拜餐 不动心 不行啊 得要心随你的相 拜是行幼体 是身心 你的心观想 你拜观心菩萨时 你得观想观菩萨现前 你拜的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现前 拜的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现前 是你的心 拜哪一尊 圣者 不是祝福 哪一尊佛 你的心跟那佛结合心 当你念佛事 口里念的时候 观想佛现前 我们被祝福现前 我们有很多道友 我经常最近的 人家捡地藏经 捡张传经 他们怪养地藏菩萨 做梦 梦见地藏菩萨 效果就非常大 愿你能够帮助你 小子在现世面 念何为得佛 口里念 心里想 我的观想 在你睡觉 做梦当中 都在念佛 都在办佛 你已经注定 你能往生了 你自己就知道了 不过你口念 心里没有观想 那个效果不大 没把握上 不过你口里念 心里也在观想 对 那你生西方 决定能生 但你越念 哪个经 又随着那个经 哪个是本尊 哪个是经 念地藏经 地藏菩萨 本尊 念俄比托经 你念弥陀佛经 就是你本尊 那你念弥陀经 应观想 弥陀佛 如果念弥陀经 观想地藏 王菩萨得像 效果不大了 念地藏经 得灌地 在灌地藏菩萨 念弥陀经 得观想 弥陀佛 像我们 你拜梁皇上 拜祝福 八佛的名的时候 你拜哪尊佛 随着那佛观想 随着那佛观想 相由心生 一切祝法及心生 祝法本自 本不生 因心而生 法本无生 有外头环境 因为环境才有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 跟别的环境一样 跟那大公司一样 他那个环境 大家都是大公司 就想贸易 贸易下 生财有道 但是我们这个 成佛有道 我们是佛道 我们观想地 念念地不离开佛 因为外界的佛 明方我们本性的自信 本聚的佛 如果我们每位 没有佛性 你怎么修也修不成佛 你拿这个煮一锅玉米 想变成大米 能办得到吗 它两个种子都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成佛的种子 我们能够修成佛 一定也能够成佛 那么现在 祝贺大家 会在梁洪宝上的成功 但这不是成就 这这么一段时间 它得继续修 我说大家不要多心 我都是才入门 离佛 成佛还远得很 能成佛 得你自己修 你要不修成不了 然后这个道路还很长 因为每位道友 经常咱们住的房子 都要打扫情节嘛 咱们的心啊 很多情节啊 你随时要打扫一下 就是念念波纹三宝 念念波纹三宝 要能够专修一门 不论修哪一法 修哪一门都可以 八万四千法门 你要一门深入 假使你如果想当法师 那就不能一门了 众生很多呀 人家见 昨天还拜梁洪宝颤 今天就我来给大家讲开始 那这开始跟梁洪宝颤 是两回事了 但是八万四千法门 他末得达到一个 要生死 对母人来说呀 先把分断生死了了 最主要的 因此你在一切土 遇到一切不顺心地 土难的时候 你就想到了 这是修理我 修理我生的 让我赶快称佛 信吗 但是啊 对我的修理可大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从来不隐瞒 我做了几十年 修理时间太长了 那个时间太长了 如何想 如何饮寿 那就考验功夫了 那么你所学的 经常讲啊 在这灾难啊 灾难当中 如何惯想你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